姜濤的綜合報道 今天我要講的就是一件令人... 應該這樣說 令到很多姜濤群群非常憤怒 關於Edan演唱會 我事先聲明 我就不是為Edan做任何的宣傳 因為這件事就是牽涉到姜濤和姜糖太多的事情 也有人覺得Edan做得太過份了 在這次的演唱會 所以都很希望高登仔可以用一個比較理性和客觀的角度去分析 不過其實這件事的確是令人少許的不開心甚至是憤怒 所以都很難客觀理性去分析 但是都不要緊 剛剛去到現在都是一個合適時機 有很多事情已經有定斷了 有很多事情已經有定斷了 所以高登仔就講一講究竟發生什麼事 當中有很多來人尋味的事情 就可以牽涉到究竟Edan是否正在上位呢 Edan是否可以威脅到姜濤呢 而Edan究竟在於姜濤的心目中究竟是什麼形象的人呢 我跟大家逐一分析 究竟日後姜濤的發展會面對什麼困難或者阻滯呢 我們都可以預視一下 好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有沒有賺好這段影片 有沒有一個心心一個笑容留言 一點都可以的 給高登仔一個好的數據 最重要的是一兩毛錢一兩元或者十元也好 超級感謝超級留言高登仔這段影片 希望大家的支持是給YouTube看得到 還有可以收集一些良好的數據 給YouTube知道 令到高登仔早前受到Haters的攻擊 就有一番好一點的評價 給YouTube看 所以大家的課金支持非常重要 一兩元都可以的 小小的都可以的 最重要的數據每段影片都有 OK 就是這樣 好了 這件事就話說 Edan演唱會的頭場發生的 Edan頭場的演唱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為什麼這麼清楚呢 因為其實已經是大量的媒體報導 因為當中牽涉到很多的 叫做 叫做 對於Edan嘲諷 姜濤或者姜濤這些事件就很多 這樣 就令到姜濤呢 都可以這麼說 非常之生氣了 對不對 我自己作為姜濤看到這些事情 我是不是生氣呢 其實如果我自己覺得 我雖然作為姜濤 我就不覺得生氣 反而呢 我就覺得可憐了 Edan 是不是 一個作為MIRROR 都叫做不是說不紅的人 開演唱會 你現在都已經開演唱會了 開演唱會 就是我Edan仔比較傳統的人 的認知 應該都是要唱歌 甚至是加一些跳舞 甚至是可能在台上講一些 去跟台下觀眾的交流 我自己覺得這樣一個演唱會已經很足夠 早前我也說了 譬如一些演唱會 搞到好像馬戲團 跳來跳去 飛來飛去 那些這樣的舞台效果 我自己覺得 現在是並不必要 簡直是沒有需要這樣做 Edan這個演唱會發生什麼事呢 Edan這個演唱會 被質疑 好像是一個嘉年華會 因為為什麼呢 當中牽涉30分鐘的棟篤笑 然後有人就問高章仔 那關姜濤什麼事呢 就是這30分鐘的棟篤笑呢 出現了問題 就是這30分鐘的棟篤笑呢 就是向這個姜濤抽水 很重要 包括什麼呢 就是包括他有一些自嘲的事件 比如說向姜濤舉宗旨 是吧 更加令到姜濤非常憤怒 就是說拿姜濤和發言師Lydia 這宗匪民 其實不是匪民 是獵造的新聞去開玩笑 這樣 然後又嘲笑那些好兄弟 就是MIRROR 近來被人追訴追到貼大字播那些兄弟 就叫他們不要開餐廳做生意 那等等這些這樣的抽水事件 甚至是說Edan就扮演姜濤演唱會 其中一個模式就是握在一個 握在一個 那些叫做什麼 LED燈在街上 那姜濤有一部分是LED燈 是多謝姜濤的支持的 那姜濤甚至是抄襲這些這樣的部分 在他演唱會這些動督笑30拍 30分鐘不是30拍 30拍還得了的 我還立刻不覺得鄧走人 是不是 雖然高登仔沒有看 我都是看一些報紙的轉載 那結果呢 這些這樣的事件就引來 大批的姜濤 非常憤怒 不是覺得可憐 可憐我怕我一會跟大家分析為什麼可憐 非常憤怒 是吧 直指Edan開自己個人演唱會 都還要抽一拍30分鐘 那其實又不是用夠30分鐘的 但是都衰的了 那麼 就去這個抽姜濤水 是吧 這些事件 舉宗旨 跟Lidia拍拖這宗 這樣的涅造新聞 等等 又舉牌抄人 那令到很多姜濤就為之震怒 究竟Edan作為 就是這樣說 雖然我覺得都不要說分上不上下言 是吧 作為Edan都不是不紅 是吧 他歌又出得多 是吧 現在他 E先生的首歌 又叫做直逼著 姜濤的《蒙雀腿書愛你》 雖然他現在 在姜濤的護航之下 已經拉遠了一個距離 但是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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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其實 他都很多歌的 今年又出得多 是吧 拍電影又拍得多 是吧 拍電視劇又拍得多 那你自己都大把作品去演繹 是吧 兩個小時的演唱會 你大把課去教 那你都還要去 去搞一下姜濤 那有很多這樣的姜濤呢 就非常之憤怒 簡直是呢 說 即是Camp2B呢 就說 去留言 就直指Edan做得不好 那不知所謂 這樣說 那引致到Edan呢 就要在他自己演唱會 就說要剪了 剪那個棟篤笑 那樣的 那令到大家姜濤 現在都是很憤怒 那當然 簡直是有些youtuber 就去直指 這些Edan 即是用一些很憤怒的方式 就去講 即即即即即即晚 是吧 那高登仔就選擇 沒有去回應這些演唱會 因為我覺得 不值一提 是吧 但是問題上就是 現在去到陳可樂定的階段 那反而要提一提 反而要提一提 是吧 是吧 那一來 我自己覺得可以平息一下 大家姜濤的一些憤怒 是吧 即是我跟大家講 一會兒一些分析 是吧 二來 都真的要講一下 因為他 我自己都抱著一個理念 我都自己差點不記得 是吧 對於這些這樣的言行 關於姜濤 你說是否嘲笑 或者諷刺色 也好什麼都好 這些事情 真的要撲滅於 在眉牙之中 對不對 如果不是就會牽涉到 之後的一些成長 是吧 有些haters 都留意得到 就著Edan這個演唱會 也是藉著這些 這樣的 言論 去嘲笑姜濤 直至要這樣搞一個平台 即是 借機弄了一個平台出來 借Edan把口 和借手 弄了一個平台出來 去搞姜濤 所以我看看 都是要出來講兩句話 其實一早已經知道了 Edan這個演唱會 那些這樣的 嘉年華式的演唱會 那 即是 都是我這條片 即是一開始講 對不對 你開演唱會 你會唱歌 和台下的粉絲交流一下 甚至是 搞少少 跳舞 那其實已經相當之足夠了 還有 兩個小時來說 是不是 你說 唱完歌 都可以的 是不是 我相信 都應該是 會接受的 但是 你就真的 無需要 好像 一些姜糖說的 但是你就自行搞個 嘉年華會 唉 真是 我自己都拼了頭 還要三十分鐘 那麼久 的棟篤笑 如果我要看棟篤笑 不如給錢去看王子華 雖然現在沒有 這樣 是不是 棟篤笑不如看林海峰 不用看你Edan 難道你Edan 說得很少 我不知道 我沒有看過 但是 雖然他平時都用一個搞笑風趣的形象 就是示人 但是演唱會還演唱會 棟篤笑還棟篤笑 不要混合太重要 我想 就算去到這個年代 大家都不 一般 是不是 如果你想搞棟篤笑 你自己開一場 你不要用這些開演唱會珍貴的時間 時段資源 就真的是開演唱會 我覺得就相當之浪費資源 此其一 此其二 就是你用你自己的開演唱會時間 就不斷提姜濤的事情是做什麼 究竟那個目的 又或者那個作用究竟是什麼 就是令到價格很少 是不是 就是 你想一下 你的場景就是 你自己作為MIRROR的成員 姜濤的兄弟 我要記住 姜濤的兄弟 OK 雖然有很多人覺得他們不是兄弟 但是MIRROR12只是兄弟 一向都是說 你作為姜濤的兄弟 台下全部都是爵士 是不是 居然在台上拿自己的兄弟的事 來開玩笑 那我覺得是相當之不尊重 第一 第二 你不尊重就是 第一 他宗旨 想當日已經是 已經有 已經是 已經令到很多姜糖已經很生氣了 對不對 你還要找回這件事來說 是吧 而她和Lydia那件事 喂 是獵造的 不是緋聞 緋聞都未至於去描述這件這樣的獵造新聞 是吧 簡直是假 獵造 是吧 緋聞都可能有幾分真 是吧 獵造就 我告訴你一點都不是真確 你都還要在演唱會公開場合 就是 就是 令到別人難以去觸摸一件事 就是說 究竟其實你做這些事 是為了取悅那些粉絲 因為那些粉絲不喜歡姜濤 還是為了你自己覺得開心開心呢 如果你覺得自己開心開心 那就真的太沒有PR的常識了 是不是 你開一個演唱會幫人做宣傳 雖然我的事是負面宣傳 是不是 你倒不如唱多幾首歌 是不是 跟台下的觀眾 趁著這麼珍貴的演唱會機會 去跟台下的觀眾去交流多些 去享受一下環境 喂 這樣就更加好 是不是 所以 這些這樣的情況 就 令到姜濤都非常之大怒 究竟 都不知道Edan搞什麼 是不是 雖然 我真的沒有看 我真的沒有看 可能有些姜濤入了場看 我不知道 我沒有看 跟著他說 第二場就說 又說自己7了就要拍 這樣 跟著就斬了一個洞篤笑 叫我拍這樣的 這樣就叫做 網上叫做 改過自新 這樣 這樣 但是呢 就既然都是給 即是有些 姜濤或者 Haters 我不知道 不知道真姜濤還是假 Haters 就說 留言給Edan 就在這裡說他 你覺得很好笑啊 你想不到什麼表演啊 這樣 給別人覺得 其實大家都覺得是姜濤做的 這些留言 這些留言 即是《古物論真》還是假 大家都會入過姜濤數 一向都是 那 就 有很多這些留言 直接就說 這個是演唱會 是不是加連華會 這樣 覺得這個表演很失望 這樣說 又沒有高質的表演 又沒有水準的跳舞 好像沒有似樣的伏職 嘉賓 眼見 鞋聲 就只有恥笑別人的事 將別人就放上娛樂桌 第一次solo 原來是鞋聲只是這樣的料 要借人的時間 轉數快起來小人 即是類似這樣 這篇文章 不全部讀了 就是這樣 所以就引來大批的姜濤 就表示非常憤怒 那 在於Colton仔 我自己怎麼看呢 老實說 我都真的覺得可憐 我真的可憐Edan 因為為什麼呢 你問我 覺得生不生氣呢 可能看一看 初頭的時候 覺得是有點生氣的 但是 你後來 又看看一下 就覺得 咦 其實都很可憐 是不是 即可憐的部分 是在於什麼呢 演唱會也是你的 那些粉絲也是你的 是吧 你居然是要 要拿別人的事 那些還要不是好事 去玩 當著自己的粉絲面前去玩 難免呢 令到別人 即是 報章說得對 今次我支持傳統傳媒 報章說得對 就是 就說 究竟是否你真的沒有足夠的作品 去撐到兩個小時呢 即是令到別人很難以想像 即是難以想像 我都真的拚了頭 這個究竟是什麼操作呢 即是我對於這些 MIRROR成員這些演唱會呢 其實 除了姜濤之外呢 我都不是說 處於很大期望的情況 但是問題上 你都不要令到我 去到一個 即是覺得 爭了頭的地步 是吧 你開演唱會 你不是唱歌 你搞動篤笑 下次說動篤笑 那你就開演唱會 這樣的形式 我想大家都接受不了的 你去開演唱會 你居然玩動篤笑 你去看演唱會 不是 你一心想著去看動篤笑 怎知道那個動篤笑 就整個程在唱歌 喂你都忍不住爆炸 對不對 那這個真是很可憐的一個做法 即是令到別人覺得 喂你是不是真是 真是沒有了 撐起這麼多場的演唱會 他每一場的演唱會撐起這麼多時間 是不是沒有這樣的作品 是吧 跟著也都被人救病 他請了一些嘉賓回來 就好像那些嘉賓 就沖失了整個演唱會 那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比例是怎樣 我也都沒有看 那有些網友就這樣說 那令到整件事就 非常之奇怪 是吧 那 所以你問高登仔 是不是好像其他YouTuber那樣說 就是要 要聲討Edan呢 其實 我覺得都不必要去聲討他 因為他自己都已經夠可憐了 做這樣的事情 是吧 你說值不值得憤怒 我覺得不值得浪費這些 這樣的怒氣 在這樣的事件上 是不是 他自己都得到應有的教訓 是不是 就是 喂 顧問論 你是不是一個 就是 明星也好 歌手也好 是不是 我是我的 你同事 低一點就叫做同事 如果高一點在南團之中 是你的兄弟 你都不要搞別人 是不是 又不見你拿其他人來開玩笑 我不知道 報章沒有說 我就當你只拿姜濤開玩笑 那就更加令到別人覺得 真的很奇怪 真的 這個世界 真的怎樣運作 你這樣 是不是 然後 嘲笑別人 之餘 第二晚 還要把別人 留給你 我看報道 留給你 那些留言 就回應 然後就回應 哎呀 你以為你真的在做YouTuber嗎 你是明星來的 你做YouTuber 你當然可以 卡別人的圖 去 就是那些 Haters 那些人去 禁止他 不過我 就這樣看這宗新聞 Edan都沒有開我的 Haters的名字 讓我看看 先 沒有開Haters的名字 只是 卡別人的 那些 都打了格 這樣 是不是 或者就這樣口說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去現場 所以 就算高登仔 面對這些Haters 我都不會開名字 因為 其實 有一件事 其實我想 我作為YouTuber 或者Edan都好 都很警告這件事 就算那個留言者 是怎樣 惡言惡行去 去罵你 或者錯誤罵你 你都不可以在公眾場合 開別人的名字 比如說上次有一宗咖啡群組 有一個食客 就去到咖啡那裡 就覺得是無理 或者叫做不招呼他 就是喝杯咖啡都不招呼 比如說那些 我沒有詳細看 我看那些論壇的評論 就說他受到那些 店員無理的 或者是叫做不款待 或者是不幫他點餐 又不知行 又不知適合 然後這個顧客 就上去咖啡群組 去慎這件事 就覺得這間咖啡不成功 然後這間咖啡店 就麻煩了 回應他 回應這個 他俗稱西客 怎樣回應呢 人家都是用文字 去投訴你 是不是投訴呢 可能分享那次的經驗 不快的經驗 但是呢 你又不單止用文字回應 你還要用那個 CCTV閉路電視 那段片呢 就去回應 我們的同事 不是說態度差 就說已經盡力協助你 等等 這樣 顧問論 其實這件事很值得大家 留意的 大家這裡不詳細討論 總之 最後最後這件事引發的討論 就是說 喂 我個人 就算是西客 就算是西客 怎樣態度差 可去光顧一間咖啡店 怎樣態度差 那你的咖啡店打開門口做生意 那你對西客有西客的應對方法 那官民論是做得好不好 都是已經應對了 總之沒有牽涉到打鬥成份 或者是辱罵這樣就可以了 沒有牽涉犯法 那別人用文字去分享感受 別人去討論區 那你就用文字回應 那間店舖 原來那間店舖 公開了CCTV說 還要zoom帶那個客的樣子 公開了 接著還有在場有其他客的面容 全部東西公開了 什麼CCTV這樣用的嗎 你能夠別人來光顧你 光顧你一杯咖啡 這樣 哇 當去四五十元了 你居然為了反擊 姑且叫做西客 你為了反擊西客的一些言論態度 公開這段影片 公開別人的樣子 是不是 甚至是公開了在場其他顧客的樣子 上了網 上了網 給全世界看 那這件事牽涉很多法律的責任 很明顯 那同樣地 譬如說 如果有一些haters留言 在你的群組留言 或者在我facebook留言 那難道我又要公開了 他的這樣的對話內容嗎 譬如說 有時候有很多haters攻擊DM高筋仔 難道我又把我的對話公開了嗎 這樣牽涉私隱的嘛 是不是 牽涉了私隱的問題 所以 在於 這個事件 大家真的要留意 千萬千萬不要誤到一些 犯了規則 犯了條例的問題上面 不論我們就算不是一些傳媒機構 都好 我們是youtuber都好 當我們要擺出一些證據的時候 就真的要慎重考慮了 即是那些錄音 那些對話片段 CAPO 那些你自己可以留下來 作為一個證據 日後如果發現了什麼問題 拿出來保護自己 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牽涉到 你公開了給別人看 可能會觸犯一些條例 所以 警告大家 警告 即是不要誤諾這些 犯犯了錯的行為 所以大家要留意 所以就說回 今次Edan這個演唱會 雖然有很多這些 留言 即是姜濤的留言 這樣 但是我們都要留意 即是保護回 就算我們是西客 就算我們是HATERS 我們都要留意 保護回他們的私隱 OK 即是如果再在一步 甚至有些犯法問題 就是把這些資料交回警方 就這樣說 你有資料交回 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首先不要自己 犯了這些條例 就是這麼多 所以 今次Edan 即是對於 姜濤這些抽水行為 甚至在他演唱會 寶貴的演唱會時間 去反而去抽姜濤水 就未免對於網絡上的姜濤 就造成很大的反應 甚至是要反擊 是吧 但是我想作為我們自己 Youtuber 或者KOL 來講 就千萬不要這樣 一起去 即是說 攻擊啊 好啊 一起去去去 一起去 罵他 我們只不過是一個中立的身份 去評論回這件事 究竟有些什麼可以改善 做得更加好啊 那你說為了Edan好 或者姜濤好 或者姜濤好 我覺得我們的身份 都是要留意的 即是給大家一個清晰的意見 一些比較忠狠些 千萬不要太過偏激 是吧 或者是叫做 已經有一個 價值觀的預設 這樣可能這樣就會 對姜濤就不是太好 所謂 即是有些姜濤話 即是有些KOL 一些Youtuber 為姜濤招黑 就是這樣的意思 這個就是高登仔 一直秉承的理念 和相信的信念 好嗎 所以 今次 你說是不是很生氣Edan 這次演唱會的行為呢 我又不是很生氣 但我反而是可憐 就是這樣的 好嗎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這件事就是這樣去講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網上的意見 評論 或者是憤怒的事情 就去跟大家講一下 好 今天的姜濤總合新聞報道 就是差不多了 這一節就是這樣就完了 這樣 記住 再有時間的 明天同時 我們繼續姜濤的總合新聞報道 好不好 今次就是這樣 好 拜拜